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 我们已经慢慢成为了这个星球的主宰者 不仅可以上天入地 甚至可以探索宇宙的奥秘 但是一本奇书的出现 却将这一切打乱了 彻底击溃了人类盲目的自信 在这本书中 竟展现了一个我们未知的世界 在那里充满了怪力乱神 以及光怪陆离的事情 从古至今 一直有人对其进行探索 希望可以揭开其中的谜题 那么这本书是什么呢 相信大家已经猜出来了 它就是被誉为 上古三大奇书之一的《山海经》 它里面记录的内容非常丰富 上至天文 下到地理 此外还有各种人 动物等等 简直是无奇不有 但是很多人认为 里面记录的这些事情 都是被古人虚构出来的 是根本不存在的 不过也有人持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书中描述的内容 是史前骤然消失的时代 还有人感觉这本书记录着神话时代 可能是史前时代的全部秘密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这本《山海经》究竟记载了哪些故事 今天就由我带大家一探究竟 视频前的你们 有读过这本书吗 读过的朋友们可以将你所知道的故事 留在评论区 我们一起进行讨论 喜欢的朋友 可以长按点赞关注一下 您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人们的想法也愈加大胆 而《山海经》这本古书 也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当人们重新审视这本古书时 竟在其中发现了很多惊人的秘密 比如英国的巨石镇 很可能是出自中国人之手 首先到达美洲的人 也可能并不是历史中写的哥伦布 而是我国的祖先树害 共公怒出的布州山 很可能就是今天的东非大猎谷 可能不少人听到这里 觉得这根本不可能 甚至觉得这些简直是异想天开 而这些说法 源自一位名叫龚玉海的人 为此他还写了一本书 名叫《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 书中有很多超前的思想 难道一切真如他书中所写的那般 在悠悠华夏五千年的文明中 一共流传下来的奇书三本 除了周易和皇帝内经之外 便是这本巨作《山海经》 那么他们为何会被称为奇书呢 这一切都要源于他们的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的撰写者并不是人 比如周易 相传他是福西写的 《皇帝内经》的作者是皇帝 而《山海经》的作者则是宇和博弈所作 可能如果说到宇 大家都还比较清楚 但是博弈是谁呢 相传博弈是公元前21世纪的人 他和宇都属于皇帝的后代 博弈因协助大宇治水立下了汉马功劳 于是被顺赐予了一个姓氏 那就是赢 说起这个姓氏 想必大家就有所了解了 博弈就是后来春秋战国时期 秦国王室的祖先 总之无论是福西 皇帝还是博弈 都是属于夏商周这些朝代之前 上古神话里的大神 因此他们才会被并称为三大奇书 《山海经》是先秦的古籍 一共分为了22卷 不过直到现在 流传下来的只有18卷 其余的早已不知所踪 它全书的篇幅并不长 总共加起来也就三万多字 它主要有两大部分组成 一个叫做山经 另一个叫做海经 其中山经是以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 进行的记载 也就是东山经 西山经 南山经 北山经 中山经 同样的 海经也分为了三大部分 分别为海内经 海外经 大荒经 海内经 海外经部分 还是通过方位再次细分 又分为了海内东经 海内西经 海内南经和海内北经 海外东经 海外西经 海外南经 海外北经 八个部分 最后大荒经分为五个部分 分别是大荒东经 大荒西经 大荒南经 大荒北经 以及海内经 它全书总共记载了40个邦国 500多座山峰 300条水流 100多位历史人物 以及400多种神兽 此外还记载了很多神话传说 比如我们熟悉的女娲补天 精卫填海等等 当然山海经中 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那就是书中提到的 那些上古时期的神仙 其实都是现实生活中 无从考证的奇怪生物 它们大多都是人兽混合体 就拿我们非常熟悉的女娲来说 她的原身便是人面蛇身 同样作为北海之神的渔墙 则是人面鸟身 集神太逢也一样 属于人面虎身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总之这所有的一切 让这本古书一直笼罩在一种神秘的氛围中 以至于在很多人看来 它并不只是一本神话书 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 想要揭开里面的谜团 当然 随着人类对于大自然科学的不断探索 我们的确有必要 需要重新审视一下这本上古奇书 就拿我们最初说的英国巨石镇来说 它是古今中外一大史前遗址 不少人慕名而来 不过关于巨石镇究竟是怎么来的 这个问题却始终无法得到统一的结论 有些人认为 巨石镇是外星人访寻地球时修筑而成的 也有一些人表示 巨石镇是远古时期的人类 与超级智慧文明的对话场所 还有一些则认为 它是英国先祖陵墓 底下埋藏着难以计数的奇珍异宝 然而公欲海却表达出了不同的看法 在《山海经》中 为人们找到了另外一种答案 他大胆地猜想 那不过是我们华夏的祖先 建立的一座观星台罢了 那么他究竟出于什么样的考量 才会提出这样的看法呢 此前曾有科学家 提取出了巨石里面的碳元素 经过一番详细的研究后 他们发现巨石的建造年代 可追溯至公元前2300年 也就是我国三皇五帝 更替的上古神话时代 在《山海经》中的《大荒西经》中 便有一篇这样的记载 他说在西方的极地境内 有一位叫做拿兹的日落之神 长着人的面旁鸟的身子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鸟人 他最喜欢在耳垂鼠 挂两条青蛇作为装饰 此外他的做起也不同寻常 竟是两条大型的赤链蛇 那么怎么能证明 拿兹与英国有关系呢 有专家研究后发现 英国此前又被叫做英吉利 而这个词便是由拿兹二字转化而来 除了拿兹外 其实还有一位天神 也处于西方极地世界 他被叫做是须 他的外貌同样不同寻常 虽说长着一张人类面孔 但是却天生没有双臂 即使他拥有双脚 可竟是长在头顶 此外在故事中 须曾建造了一座天门 名字被叫做无极天门 因为无极天门有着重要作用 日月星辰都在此处出入 因此自从天门建成后 需便日夜守护在这里 保证昼夜可以正常交替与运作 不过它又和巨石镇有何联系呢 据专家分析 无极天门就像是古代先祖的一处观星台 具有编制立法测量天象等许多用途 而这座无极天门便是如今落座于 沃尔福汉普顿的巨石镇 英国天文学家霍金斯 曾利用计算机测算巨石镇数据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如果将石镇中的关键结构进行连接 便可以与太阳月亮在一年内的运行轨迹 相互重合24次之多 假如在秋冬时节的月圆之夜 站在巨石镇中仰望上方天空的时候 能够观察到月时现象 倘若以56年作为观测周期 有三年时间可以欣赏到月时 这个奇妙的数字 竟恰巧与巨石镇环钩内侧 遗存的56个土坑依依依对应 这样看来早在上古时代 山海经已将所有天象观测记录在岸 同时也不难看出 早在太古时期 我们祖先已经遍布世界各个角落 除此之外 山海经中记载的不少内容 其真实性都是被得到过验证的 比如在西汉时期 孝武帝在位时期 曾有人向其进贡了一只鸟 这只鸟长相极为怪异 甚至从未有人见过 听过这样的鸟 更别提有人知道如何去喂养它了 很快这只鸟儿 由于长时间无法供应食物 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 就在这个时候 一位名叫东方硕的人 站了出来 他表示自己知道这只鸟的名字 并且知道它的喂养方法 那么它是如何得知的呢 据他所说 他所知晓的这一切 竟是从山海经中看到的 由此也不难看出 山海经中 记载着不少奇特的事情 是真实可见的 此外在山海经中 记录着一种动物 它被叫做玄规 它很像吉林 发现的一个物种 在它的壳上 分布着三十多个带棱的锥体 当水流变得湍急时 它的身体可以缩成一个圆筒形 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而玄规这个名称 就是它特点的体现 这些也足以证明 山海经中记录的怪物 确实是存在的 此外很多专家认为 山海经中记录的一些动物 甚至直到今天依旧存在 比如在山海经中 就记载了一种人鱼 它食之无吃疾病 它的形状如同鱼 有四足 但是发出的声音 却如同婴儿一般 在如今看来 这不就是我国珍贵的娃娃鱼吗 在山海经的描述中 虽然很多生物 与我们如今见到的动物 大体一致 但是里面 还是记载了大量的怪物 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 目前人类已知的物种 大约有两百万种 但是按照统计 我们所在的这个星球 其实曾有十一亿生物 生存过的痕迹 那么这些剩余的生物 有没有可能就是 山海经中提到的那些怪兽呢 可这不过都是我们的猜测 可能是这些混沌初开的先民 丰富的想象力 为后人制造出一个 完全莫须有的怪异空间 也许是有着更加神秘的世界 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和发现 除此之外 山海经中 还有关于巨人一类的传说 它里面最具有代表性的 便是夸父了 从小我们便知道 夸父追日的故事 此外这类的故事 也常出现在我们的史书中 由此可见这样的说法 不一定是空穴来风 甚至非常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那么 山海经中的那些半人半兽 是否也曾真实存在呢 在西方的很多神话中 我们不难发现 都有人寿混合的身影 比如我们最熟悉的天使 他便是长着翅膀的人 此外还有埃及的尸身人面相等等 难道人们会在创造神话的时候 去商量了一番吗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毕竟在这些神话刚刚出现的时候 人类社会还是非常落后的 甚至他们根本无法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此外 即使他们历经千辛万苦走到了一起 可是此时语言不同的他们 又能交流些什么呢 在一座汉代的古墓中 曾出土过一副这样的话 华中女娲和福西的蛇身 在一起紧紧缠绕 福西的手中拿着一个曲齿 女娲手中则拿着一个圆规 在他们的身下 还画着一个小孩 那么这一切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倘若仔细想想 其实这个充满违和感的一幅画 似乎恰恰说明了 外星人可以用基因组合造人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可以将福西和女娲二人 想象成外星人 而他们相互缠绕的蛇身 正是人类DNA序列的双螺旋结构 而他们手中拿着的工具 自然是代表着基因工程 这样来看 似乎一切都说得通了 不过既然我们研究了这么多年 才慢慢知道了基因组合的奥妙 那么自然外星人 在创造人类基因时 也经过了无数次的尝试 最初的尝试 是他们造出了不少变异的人类 比如说那些人兽结合体 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放弃 经过长时间的研究 这才终于制造了一个 既适应地球 又有着较高智慧水平的人类 这让那些人类和那些失败品 共处了很久 因此人类的很多神话故事中 便纳入了他们的元素 倘若你对此依旧心存怀疑 不着急 点点关注 我们接着往下看 如果要问你 谁是第一个发现美洲的人 基本上所有人都会抢答 是那位意大利的探险家哥伦布 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吗 随着龚玉海教授深入研读 山海经后 再次提出了一个震惊史学界的观点 他认为应该是华夏的祖先树害 在山海经的海外东经中记载 在上古的时候 有一位名叫树害的神仙 他不仅有着无穷智慧 成功发现勾股定理 而且有着巨大无比的脚 喜欢四处游行 本着人尽其职的原则 顺利便派其丈量国土疆域长度 因此他开始了自己的旅途生涯 树害先从世界的东边开始出发 一直步行走到了西方的尽头 期间一共走了五亿多步 在这场漫长的旅途中 他曾路过了北美洲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据山海经的描述 人们就可以看到不少 关于北美洲人文地理状况 以及蕴藏于境内各种物种 矿产资源的记载 比如美国内达华州独有的金块 黑色蛋白质岩石 会装死躲避敌害的附属等 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海外东京 大荒东京中描绘的光华之谷 其实就是位于美国一地的 科罗拉多大峡谷 后来一位美国女记者埃特 在拜读山海经之后 为了验证这一切 抛下一切工作 开始对本土实地勘察 他根据山海经描述 制定出相应行进路线 果然如他所想那样 居然成功抵达许多目的地 证明书中对于山川的距离 方向的记录全都是真的 后来他撰写了一篇文章 文章中提到 其实四五千年以前 中国人就已经到达了美洲 他们才是最早到达美洲的人 当然他的这个文章 刚刚发表 就引起了一阵骚动 后来公寓海在深挖 山海经内涵后 发现大荒东京描写的英明之国 其实这里英明指的就是 印第安人的祖先 所以他表示道 其实这些人是华夏的先祖 飘洋过海渠道的地方 他的想法 很快吸引了一位 美国大学科学家的兴趣 而后他们进行了基因的比对 结果发现 北美印第安人 是中国人的后代的可能性非常大 因为该种族DNA基因组中 竟然有37个 与中国人DNA序列高度重合 这样一想 看来哥伦布引以为傲的 世界第一探险家称号 恐怕会被我们伟大先祖数害所夺取 从公寓海很多的观点中 我们可以看出 世界上有不少的文明 和我们华夏文明 似乎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不过近期 有越来越多的专家表示 山海经很可能隐藏 关于外星人的秘密 他们来到地球 然后传授给人类知识 或者与地球人形成混血 而皇帝等人 就是这种先进人种 以此推动地球文明进步 鉴于这样的说法 有些专家表示 山海经的真正作者 极有可能是史前超文明之人 然而这一切都是猜想 这些看似说得通的事情 却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 书中的种种现象 依旧等待着后人的不断探索和研究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们觉得山海经中的描述 是否真实呢 可以把你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我们一起进行讨论 喜欢的朋友们 记得长按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